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估计现在我没查 我估计投票得超过一万多了 什么样的都有 包括食品安全 都提到了 这就是我那期节目当中我提到了 中国人完全就是绝望 完全绝望 而绝望表现在哪呢 卖国 跑白宫网站 你不就是卖国呀 对不 家丑不可外扬 这不是我们很多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大概在你现在算就是2000 就是99年对法轮功迫害之后 法轮功学员上街头去发这些资料的时候 你会听到特别的家丑不可外扬 你们丢中国人的脸 就说这个法轮功学员丢中国人的脸 就这句话很多人似乎认同 法轮功学员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意识到中共的邪恶 就做到了这一步 就让今天这么多人应该明白 中共中国共产党是不可逆转的 十几万人 这十几万人将近20万人带白宫去投票签字 要求白宫对朱令这件事情如何如何 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当年 说那些法轮功学员叫家丑不可外扬 丢中国人的脸呢 你当时骂这些法轮功学员的浑话 就在今天狠狠地抽你自己嘴巴 可能朋友说石头又动气了 我觉得你就怎么糊涂到这份上 十几年白活轮到你今天去重复这十几年前人家 告诉你的事情 但好歹他是明白了 他知道不可救药 拖正常时间 全国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 一亿上亿的人 承受着这样的屈辱 告诉了人们的真相 而这一份给予他们的欺辱当中 有多少人今天在重复着 或者说复印着当年法轮功学员的做法 告诉真相 中共没希望 不要对共产党抱任何希望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说 你不能不说法轮功学员慈悲啊 对吧 因为他承受的屈辱是你施加当你所施加的 你其中有一份内 但你今天却重复着人家曾经做过的事情 一直在做的事情 告诉人们真相 所以你说你今天明白了真相 你今天做这样的事情 不正是有那样的基础吗 但是你都不知道 你被你骂的那个法轮功学员姓什么 所以从人性上讲 我觉得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而朱令这件事情紧跟着还没怎么着呢 北京警方刚说这案子根本查不了 然后新华网却向着老百姓的说法说 你必须得给一个交代清楚 这事刚化音没落地 袁里亚这件事情出来 经温商杀这件事情出来 而强力封杀 重复着19年前 很可能当时这个朱令那件事情 就是这么类似封杀 但远远超过了 派了4000军人 直升飞机大炮全开进去了 就因为一个女孩自杀 我不知道是你傻呢 还是老百姓傻 是因为你简直经过了头而傻到那份上 派这么多军人 这警察去封杀老百姓 把老百姓当傻子封杀的 这个就说都不清楚了 当然也是了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 他不是人嘛 所以你说人话他是听不懂 他得把那材料给换换换回来 换回这普通人的材料的时候 他就听得懂人话 也就在这同一时间 华东政法大学出了那个老师姓张的 第一个拿出来说 七部奖 对吧 然后这5月10号 这七部奖呢 正好对等了80年前 在德国柏林 纳粹的德国学生焚烧图书 焚烧图书馆的藏书 两万多本一次烧了 现场有七万多人 说什么呢 那叫非德国思想 就是非纳粹思想 就跟这七部奖吻合了 而中共党内的打斗呢 并没有因为这些呢 而停止 这就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地方 扼杀人性的地方 包括今天在中共体制内 充当着魔鬼的人 他自己有的时候 也能说出 共产党是魔鬼的话 网上有条消息 这条消息是这么讲的 江泽民失事 那曾庆红戒酒 最骂中国共产党 实际文章呢 是摘选了香港 《征明》杂志的一段内容 《征明》杂志的最新的消息 这么说的 前中国国家副主席 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 在江西省政府宾馆 喝了谷景 喝了一瓶之后 借酒撒芬 我就不是借酒撒芬了 酒壮松人胆 酒后吐真言 骂共产党说 来势不入党 不革命 不当官 不结婚 不要钱 并说 那就太平了 没人会骂 也没人会眼红了 也就没人会决 自己的祖坟了 这话就很有意思 这话听起来呢 是他冲着党内的不同意他的 或者说的党内他的另派势力 指桑骂槐 对吧 第一个 但是他指桑骂槐借着谁骂呢 他借着骂共产党来骂 那作为他这么一个人 借着骂共产党来骂呢 说明有一个概念 今天中共体制内部的人 所有的人都在骂共产党 他们自己在骂共产党 因为他们这么骂 不会让他的对手对他如何 他才这么骂 对吧 曾庆红借酒骂习近平 不好骂 不能指名道姓 骂胡锦涛不好骂 不能指名道姓 但他能骂共产党 对吧 他说的多清楚 我不当官 你就我们咱俩惹不着了吧 我不革命 咱俩也惹不着了吧 我不结婚 我不要钱 咱就不知道 这不结婚 不要钱是从哪说来 那我能理解的 他说不结婚 不要钱的意思 肯定是跟他儿子有关 结婚 他这有儿子呢 不要钱 是因为他儿子 弄了老多的钱了 大家指责他 所以他才能说得出来 因为这话 要不然你搭不上茬儿吗 一定有原因吗 他紧接着说 那就太平了吧 也就没人会骂了吧 没人会眼红了吧 没人会绝祖坟了吧 一定有人骂过他 说你这么干 明日以后绝你家的祖坟 连你爹都得被你坑了 他才会说出这话 而没人会眼红 在他的眼睛里认为自己老本事了 你们都是小肚鸡上妒忌我 才会出现这种事 这就是七步讲所维护的中国共产党真实的一面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对于起来走在一块 我就是跟大家说那句话 拒绝邪恶吧 连人家 连曾庆红都骂共产党是魔鬼 尽管他是魔鬼 他什么时候骂的 什么时候他明白说人话的呢 一平古井进去了 魔鬼这一面呢 压下给醉了 所以人的那边 丑不冷的 一不小心 说了点人话 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 表面看起来跟这没关系 他讲说 中国现代史的学者姚君林讲 没有真实历史的国家 是个荒唐的国家 那这个人呢 他是24年前参加八九六四的 后来被抓 关在了秦城监狱 那他出来之后非常清贫 他自己不从商 不从商不从政 什么都都不说话 他只要研究中国的历史 他就就想找出原因 自己曾经那个过程 为什么发生了 日前呢 他从大陆来到了 美国的旧金山 那自由亚洲电台呢 得以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 他提到了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 在回望整个过程当中呢 他说中国的历史是有问题的 在他看来 今天中国的历史是个荒唐的中国 我觉得没有真实历史的国家 就是一个荒唐的国家 同时这会让人们感到越加的 越加的愚昧 只有接近真实历史 才会让我们的心灵更真诚 中国目前缺乏真的教育 我所真 我所说的真 是指历史本相 当然没有人能恢复历史 复原历史 但是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接近历史 这就是我要做的 还是一个真相的问题 石超的话说 今天在中国最珍贵 比大熊猫珍贵多的事情 一个东西就是真相 小到一个女子 从楼上掉下来 死了 大到薄熙来到底干嘛了 习近平怎么上去的 江泽民怎么迫害了法轮功 怎么贩卖尸体 这个贩卖器官 从那么小到那么大 关系的都是什么呢 人的基本性命 和做人的基本尊严 在49年以后 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来讲 姚军领史这么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个专制制度 是一切丑陋虚假的根源 共产党专制体制 是一切丑陋虚假的根源 专制制度是小黑屋子里的政治 不是阳光的 有人道貌然 维护自己的美的形象 转过身来 又是另一个灵魂在起作用 中国人目前基本上都是这样 石涛说的话呢 就是带着一个金丝养尖 看着是个学者 实际是个骗子 穿着最漂亮的西服 是为了勾引其他人 女人买着世界上的名牌 装扮着自己 是为了把衣服都脱了 许多当高官每天都在做着演员 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假化的大国 之所以假 就是因为没有真 真太少了 以至于我们有对真本身的诉求 但是并没有强烈的愿望 慢慢的我们也就跟着假了起来 这就是石涛在节目当中一再跟大家分享 用正常人性的一面去看待周围的一切 用正常人性的一面去对待周围你所遇到的一切 我们不想做多伟大的 我们都不伟大 不想做那种伟大的说法 我只想做一个正常的人 面对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让周围的环境 给我一个对人的基本的待遇和态度 仅此而已 但这样的事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 你是犯罪的 你是犯了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 因为在中国比大熊猫珍贵的 就是真相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